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国电信诈骗暴增 华人社区承重灾区 美国有中国留学生设虚报收入申请大学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10月11号的凤凰 美洲新闻让我们先来关注 今年以来冒充美国国税局进行税务欺诈的案件 比去年暴增了四倍之多 华人社区成了重灾区 国税局日前就特别透过凤凰卫视澄清 如果收到国税局的电子邮件或电话 很有可能是欺诈 美国国税局洛杉矶办公室发言人马奎兹 透过凤凰表示 如果有人收到国税局的电子邮件 涉及退税 更新报税资料 确认个人身份等 或是通过电话 简讯联络纳税人 一定是场骗局 因为国税局从来不会透过电子邮件或简讯方式 获取纳税人信息 他特别澄清 按照国税局的正常程序 首次联系纳税人一定会以书面形式通知 The taxpayer has the right to question and appeal that tax amount so if the taxpayer is not ready to accept that debt the taxpayer has the right to initiate an appeal process where they can get further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 why the IRS is charging that so it's very, very, very unlikely that the IRS will call you, number one and number two The IRS will never threaten or demand immediate payment 根据美国国税局公布的资料 2016年紧报税季 美国网络钓鱼和恶意软件的诈骗案件 就比去年增加了四倍 越来越多的人接到假冒国税局发出的电邮或电话 行骗者往往冒充国税局专员 告知受害人欠税 如果不立即向某个账户汇款 将面临刑事起诉 没收驾照或遣返及等后果 类似的诈骗行为 还针对很多华人的境外汇款行为 芯片者以威胁受害人补缴汇款税 否则将冻结财产甚至逮捕来实施诈骗 这很多人来说英语 因为他们不常跟账户的法律 有些人不确定是正确的或是正确的 所以他们不想跟政府在危险 而他们会被犯犯 根据CNN财经报道 截至2015年年底 仅诈领退税一项 美国国税局就查获大约100万宗欺诈申请 阻止了70亿美元的退税款被诈领 而其他有关财务和税务的诈骗案件 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过去几年 针对华人社区的诈骗案迅速增加 至少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 律师表示 遇到欺诈应当积极举报 不必担心身份或其他问题 特别是欺诈华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的政府的文件 很多政府的部门 他们没有中文的服务 所以因为我们政治人物不够 所以我们的福利是拿不到 人家知道我们被欺骗 可是我们就没有得到一个帮助 所以我是希望说很多华人他们改变 知道说不管你有身份没有身份 你是一个美国人 律师也呼吁华人在美国社会 应当学会用法律有效保护自己 一般的华人听到五千一万块的话 都愿意付 怕说自己真的有做错事 被逮捕很麻烦 所以我们要让华人知道 第一国税局第一次 不会跟你用电话联系 第二他们不会用电话上来威胁你 很多的华人不愿意站出来 不愿意说我被欺诈 还是我以前被欺诈 我知道对方也被欺诈 我要帮助他 所以我是鼓励每一个华人 确实如果被欺诈的话 一定要站出来 一定要有一个声音 美国国税局表示 涉及资产藏匿海外和身份欺诈 都是国税局近年收到的税务欺诈重点案件 国税局特别设立了电话专线 呼吁民众及时举报 方卫视郭晶青 李战青 罗杉矶报道 另一方面 美国日前出现了近百家 针对中国留学生申请大学的顾问公司 其中有非法的公司 所使学生家长虚假申报收入 骗取免费助学金 或者增加入学机会 美国就有律师表示 虚报收入是非法行为 可能涉嫌欺诈 当地媒体爆出 有南加州的升学顾问公司 向学生家长收取高额顾问费 帮助申请大学 其中不法使用欺诈手段 包括告诉家长 在申报家庭收入时 虚报收入 已成为符合低收入家庭的申请人 骗取政府学生经济援助金 或增加入学机率 律师指出 美国大学申请竞争日益激烈 如果以低收入家庭的资格 被纳入考虑 录取机率可能大幅增加 但前提是 必须如实申报资产和收入 按照美国法律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 未能按要求 在联邦学生经济援助计划中 如实申报家庭资产的行为 都是欺诈行为 可处以2万美元罚款 或最高5年的监禁 这类行为 还可能引起 美国政府和大学的联手调查 网绘卫视 郭晶晶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续下回来再告诉您更多 欢迎后来 一起来看今天 每周快讯的具体内容 由于受到 巨峰马修的影响 美国一位联邦法官 决定把佛罗里达州 原定于今天截止的 选民登记期限 延长一天 并考虑进一步延长 有佛罗里达州的 民主党人说 上星期在飓风到来前 共和党籍州长斯科特 要求疏散150万的民众 所以人们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进行登记 此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也敦促州长斯科特 利用他们的紧急事务权 来下达延长登记期限的命令 但被斯科特拒绝 斯科特认为 佛州的民众 有足够的时间 在疏散令下达前做好登记 不过联邦法官马克沃克尔 还是应佛罗里达州 民主党的要求 把登记期限 从今天延长到了明天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希拉里提出了新的减税方案 该方案将令数百万 家有幼童的父母 每年可额外获得 1000美元或者更多的补助 希拉里希望 借此赢得那些 持怀疑态度 以及摇摆不定的选民 这一方案是规模更大的 中产阶级减税计划的一部分 新方案将把有4岁 及以下的年龄幼童的家庭中 每名幼童的抵减税款 增加一倍至2000美元 希拉里的新税收优惠政策 被设计为可退回的抵减税款形式 这可以使得中低收入家庭 获得更大好处 包括那些收入没有到达 缴纳个人所得税门槛的人 希拉里的竞选团队估计 该提议未来10年将带来 1500至2000亿美元的成本 并表示这部分资金将来自 其已经提出的富人加税计划 加州去年爆发的超级细菌 导致上百人感染多人死亡 加州众议员希尔近日指出 尽管加州每年有成千上万人 因感染强抗药性细菌死亡 但是加州政府并没有对细菌感染 进行有效的跟踪监控 因此他将立法强制要求所有医院 及时上报所有超级细菌感染的病例 希尔指出滥用抗生素 导致的细菌抗药性问题日益严重 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命 有数据显示 加州每年有7500至9000人 应在医院内受到感染而死亡 希尔表示 没有对细菌进行跟踪监控 导致卫生官员无法进行预测和救助 此次的立法是为了拯救生命 据悉计划于今年12月推出法案 强行要求加州所有医院 上报对包括CRE在内的 共23种抗药性超级细菌感染的病例 三星电子周二宣布 该公司将永久停止 Galaxy Note 7智能手机的生产和销售 而在加拿大感恩节当天 三星加拿大公司也发表声明称 加拿大全国所有手机零售店 将全面停售Galaxy Note 7 直到三星对该款有缺陷的手机 展开彻底的调查后再另做打算 另外声明中还指出 很快三星公司将出台具体的赔偿措施 包括对已购买这款手机的消费者 进行全额退款等 另外据韩国权威机构透露 他们在三星这款新手机中 发现了新的缺陷问题 也就是说手机爆炸不单单是 电池存在严重缺陷所导致 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来看一组中国两岸三地的短消息 中俄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人 11号透过香山论坛公开联合发声 举行针对美国反导系统的联合吹风会 中俄分别由中国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孙建国上将和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安东诺夫出席 由分别主管两军作战的高级将领发言 联合向美方发出强烈信号 针对美国单方面发展多层次导弹防御计划 中俄指这会恶化全球安全环境 破坏全球战略平衡与地区安全稳定 阻碍核财军与防扩散进程 可能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 并敦促美韩就在韩部署萨德的决定改弦跟障 正在澳门视察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早上先出席了中普论坛 下午展开多项参观行程 包括到著名景点大三八排访 同市民交流 随后又探访市民及到访学校 他向澳门市民说 希望澳门将会更好 李克强还前往澳门大赛车看台的天台 眺望港珠澳大桥 并听取港珠澳大桥工程进度 随后他又走入市民家庭进行探访 还到访了靳平中学 他也到了澳门出名的首信街 在店铺内与店主交谈 还买了澳门当地的特产 李克强一连三天的视察行程十分紧凑 除了在参观和视察期间 与市民有近距离接触和交流 第三天还会与澳门社会各界人士会面 并举行座谈会 江苏南京一个非法养殖场于8月底走失超过200条眼镜蛇 至今仍有50多条未巡回 非法养殖场位于南京六河区 负责人在8月从广州韶关引进孟加拉眼镜蛇蛋 约1500条幼蛇成功存活 到本月8号 附近居民在家中发现了眼镜蛇 将它打死后通报当局才揭发了事件 消息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 当局时候已经关闭了农场 并从上海紧急调印雪青至当地 又组织人员进行地毯式搜索桌蛇 同时邀请了专家到场指导 并教导当地村民的自救知识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回来还有财经方面的消息 不要阻开 欢迎回来一起来看今天华尔街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看星期二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二早时开盘就呈现一个下跌 抵开全天市债富负面盘整 收盘市三大指数也是以下跌作收 投资人在星期二高度关注的 一个是石油价格 另外一个就是公司盈利 石油价格受国际能源协会统计 在9月份欧派克实际上 还是每天提升了产油量 如此推断如果在11月份 即是减产的话 人们认为是供过于所的现象 并不能得到纠正 所以市场就推断前段时间 认为供过于所的现象 会由于11月份减产得到纠正 而对石油价格的一个追捧 和石油价格相关的一些 行业类股的追捧 就有一些潮满的现象 所以在星期二 阴撑的就进行了一些 获利回吐泡牙的现象 另外是公司盈利消息 在星期二开始 是正式的非官方的拉开了帷幕 盘前美国治理集团公布 之后是不如市场预期 所以是在当天就重挫了 超过11% 对其他的相关的行业类股 和铜类股 也都是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那么在行业类股当中 除去传统原料股 能源类股下跌之外 就是保健类股跌幅比较大 同时金融类股跌幅 也是比较深 不过投资人认为 尽管如此 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当中 科技类股走势 还算是向好 已经升幅超过10% 那么今后是不是能够持续保持 这种生智 当然要对今后前景预期 和对目前的盈利公布状况 来取决它今后的发展方向 以上的星期二情况 冯红医师庞哲 纽约报道 一起来看世界其他地区的 全球财经指数 我们下期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与日前举办了一江南主题之夜活动 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外办周围副主任率领的代表团 不仅特邀江苏名厨随行 为侨胞奉上经典华阳名菜 苏州平团代表团的艺术家们 也为民众献上了地道传统的剧目演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组长王学正 白东市领事 核桃市副市长苏王秀兰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朝 美国江苏总商会执行会长徐晓峰等江苏籍侨胞 与各界代表百余人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那么希望通过这次推荐 能够有更多的美国朋友 能够到江苏去旅游 更多的了解江苏 更多的了解江苏的文化 江苏的历史 这样通过旅游这样一个途径 进一步增进 咱们双方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成华表示 此次代表团成员包括江苏地区著名餐厅的主厨 和苏州平坦艺术家 希望借此推广江苏的影视文化和传统艺术 我想江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是改革开放的大省 所以中美交流的工作 总是主在前例的 不光是经贸 文化 旅游 教育 各方面的交流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也期待江苏跟美国有更多的交流 有更多的交往 不断地促进江苏跟美国的经济贸易的繁荣 也增进江苏跟美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现场来宾对江苏代表团在重阳节之际 特别探访加州侨胞 并带来华阳美食及经典苏州平坦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中美旅游年江苏省的旅游推广活动一切顺利 使美国民众对江苏丰富的旅游资源 有更深入的了解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黄一顺洛杉矶报道 由上海东方智慧时分孝新文化发展基金会主办 美国华人商会承办 美国结成教育集团协办的国学名师全球公益寻讲 美国站日前在洛杉矶圣盖博谢尔顿大酒店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王景 领事柴海英 美国国会议员赵美新 圣盖博士市长 大队市市长等来自当地的政界 学术界文化界代表300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本次活动陈办方 继美国华人商会会长陈金凯表示 如何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到美国 是每一个中国企业家将要做的事情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 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些企业家 更应该重视这个根在哪里 我们知道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 怎么样把中国的文化来传播到美国 我们作为企业家 作为一个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 这次美国华人商会特别邀请到 中国两位居民的国学大师 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国学名师 爆棚山教授和东方智慧 十分孝心文化发展基金会荣誉理事长 南博先生为大家做了专题演讲 希望海外侨胞与美国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 有更深的了解 我倒不是要说明一个对和错的问题 而是向大家原原本本的介绍一下 中国现在企业家他们怎么想怎么做 也给大家有一个借鉴和参考 那么同时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中国传统文化对今天中国企业家 他们经营企业 经营人生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 10月7日 国学名师全球公益巡讲 美国战演讲在UCLA成功举办 反应强烈 全场爆满 两位国学名师的演讲 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 与高度评价 接下来他们将前往北加州 在斯坦福大学做最后一场演讲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张池 洛杉矶报导 好 来看一组工商新闻 全球品牌专家Interbrand近日公布了最新的世界品牌价值排名 现代汽车攀升至第三十五位 跟去年比超越了四家致命品牌 来自韩国的现代汽车 在全球汽车业界前十名的排名中也上升到了第六位 领先于奥迪 大众 尼桑以及保时捷 并且在最有价值的大型汽车品牌排名中 拿到第四名的殊荣 现代汽车在全球的品牌价值增长了11.11% 达到125亿5000万元 与其他大型品牌一同巩固在全球的顶尖排名 韩国美容界领袖及潮流前卫企业爱诺币 已隆重推出万众七代的全新演化气垫湿粉底 及双色晶莹水润唇膏 爱诺币的全新气垫湿粉底和双色晶莹水润唇膏 根据生物科技和皮肤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制造 不但提供持久美副宝石 现在更进一步强化不同的肤色 Aridom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70个以上的零售点 提供北美最精挑细选之顶级韩国美容产品系列 名下的首席品牌包括爱诺币兰芝等 预知详情请立即登陆us.airodom.com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明天全球各大城市的天气宇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